高級杯子大聲邀嚇 藝人沈玉琳為好友 劉宇柔新書站台 但大家的焦點都在他身上 謝謝 因為這些封號 對我來講都還算滿中肯的 非常的感謝 其實我不只這些 我還有那個饒舌天王 吉他王子 誰算是饒舌天王 從幕後製作人 變成通告咖的鎖台王 還晉升饒舌歌手 沈玉琳會演講又會主持 儘管知道風頭會被搶光 還是要請他站台 1 2 3 不能拍拍手 全部都對救他一個人在錯 不在錯神 從外太空卡到內子宮 每次露面 沈玉琳總是能帶給大家 意想不到的歡笑 儘管被他取笑 但活動炒熱氣氛 絕對少不了他 他過敵 越死過 越死了 還在那邊 怎麼那麼 那麼犯罪 還在搞對線 成為明星最愛的站台藝人 友情懼上不收費 潘若迪 六月柔都現賺 沈玉琳出席費15萬元 記者會上雖然常不按牌禮 出賣朋友 但因為效果十足 還是大禍爭相邀請的 站台天王 記者台北縱合報導 我們在這裡是有個小型的 是比較小型的 然後開始 負責